剛出社會的我 沉迷於抽卡手遊 每個月明明收入不多 卻花了大把的錢在抽老婆 確實 我沒用掉全部的生活費 也有一定的儲蓄 但是 但是 你知道的 錢雖然變成了喜歡的形狀 但變不回錢的形狀啊 這樣抽下去真的好迷茫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 這樣下去真的好嗎? 這時 就這麼剛好有一款超有趣的卡牌類遊戲 可以解決我的煩惱 那就是Drop Tribe 職業神傳說 錢花下去 沒問題 因為你買到的東西會變成戰利 幫助你賺到更多的錢 之後如果不喜歡買到的角色 還可以把它變成競標品賣出 總之 你的錢可以自由切換 不會只是單方面的變不見 聽到這超棒的設計 我想各位一定會心動 那 我怎麼可以不詳細介紹這款遊戲呢? 首先 Drop Tribe 不論你在電腦上或手機上都可以玩 但是 在你正式進入遊戲前 你必須先在數位配賣平台 Digital Auction 創建一個能取取Deep Coin的錢包 這個Deep Coin 各位可以想像成類似比特幣的虛擬貨幣 這玩意除了能買待會會介紹到的Digital Auction外 最重要的是 能換成大部分國家的貨幣 不論你是哪裡的玩家 都能靠這貨幣賺錢 錢包的建立方式很簡單 只要填入你的email就可以了 當然 如果要把Deep轉帳到現實的戶頭 就必須進行更嚴格的身份認證 當你靠不同方式賺取了些Deep後 可以在商城或拍賣購買你喜歡的藝術作品 Digital Auction 藝術守護符 商城的價格是固定的 拍賣則是會浮動 當你選好作品買下後 不只能在藝術品圖鑑中欣賞 最重要的是 還能用它來強化DropTry裡的守護符 說到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卡牌的畫風好像都不太一樣 是的 Digital Auction 藝術有不同的繪師設計 其中有Fairytale 魔導少年的真導號 超時空要塞的美術本情宴 中華一般的小川樂師等 日本傳說及漫畫家 不只如此 就連動畫 JoJo的奇妙冒險不面鑽石的角色設計師 西偉灰石也有參與其中 在這邊 一定能找到你喜歡的畫風 不怕沒用老公老婆 唯一要怕的是可能金額太高而已 那 到底該怎麼賺錢呢? 很簡單 方法有兩種 一 把你得到的Digital Auction 再拿去拍賣 時機隊的話 能賣到比你當初買進更高的價格 就像股票那樣 二 在DropTry遊戲本體裡賺取 這遊戲最佛心的是 就算你只有登錄 它還是會送錢 像是發新日 以最近一次來說就是12月8號 官方會提供每個帳號1000Deep 由於發新日目前每個月兩次 所以一共有2000Deep可以拿 這數字換算成台幣差不多等於300元 注意喔 遊戲給的是遊戲點數Pail Coin 你還是必須把Pail換成Deep 才能實際賺到這筆錢喔 另外 你如果是天選之人的話 遊戲官方也會每天抽出5名幸運額 贈送5000Deep 這可就不少了吧 再來 定期會有彩券活動 一般玩家可以透過戰鬥獲得彩券 但若是有Apex以上的守護符 則是能用Pail購買大量彩券 一旦在活動結束後 被選為彩券當選者 就能獲得大量Deep 前幾階的投獎只有一位能讀得77萬 之後有了一些更動 最新的獎金資訊請參考官方網站 另外 彩券活動期間 每日還會額外抽出5名玩家可以獲得5000Deep 哇 光是抽獎就可以獲得這麼多錢 真適合我這種懶玩家 不對 是沒這麼多時間玩遊戲的玩家 還有喔 如果你認真玩遊戲解任務過關 每月累積夠多Pail的話 就能維持在排名戰的前段班 And 你如果最近在新開放的跨國對戰PVP中取勝 這兩者 都能獲得大量Deep 等等等等等等 呃 我知道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對於一般玩家或是說不是天選之人 And 佛系玩家來說 除了發新日外 都有點不切實際 但沒有關係 剛剛講的那些算是給資深玩家的福利 一般玩家只要過過關卡結結任務 定期登入 就能收集到Pail 這點數一般賺取到後 不會大量把它使用在遊戲上 因為 這是要用來換錢的 在每月的發新日 像是近期的12月1號到12月3號期間 可以用收集到的Pail購買Deep Check 再用Deep Check兌換成Deep Coin 說的再簡單點 就是在發新日期間才可以把Pail換成Deep 轉換比為5萬Pail到100Deep 至於這數字 只要你認真破主線或是定期參加活動 要收集並不困難 好 介紹完各種點數的用法和轉換機制 該來聊聊 實戰 要說這遊戲跟其他卡牌遊戲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有Budget點數 我們傳統遊戲要嘛像遊戲王那樣 有個玩家的生命點數 要嘛就是角色的技能CD好了 就能直接放 但在這邊卻是要執行大部分的動作時 都需要消耗Budget 不論你出牌或使用特殊技能都要 這樣設計的有趣點是在 你需要妥善分配資源 比如說好了 如果你一直使用強力技能 那可能會造成點數太少 而無法出牌或繼續使用技能 這時戰況就會變得相當不利 而想從這狀況改變 就必須使用借款來增加Budget點數 當然要借就會有代價 借了款戰鬥後的報酬 也就是PAL會變少或是拿不到 但是沒關係 只要贏了還是能得到素材的 注意 每個角色交到場上或是使用技能所需的Budget點數不一樣 凡是越強的花費就越多 而其中的一些角色技能還非常特別 像是有的效果是 能增加我方Budget 減少敵方Budget 這就並非對對方的卡牌直接產生效果 總之還有更多特殊能力等各位挖掘 不過光是會用特殊能力和Budget還不足以取勝 因為這遊戲分出勝負的方式是 手上的卡牌全部戰敗 所以說戰鬥的重點還有三個 1.屬性的克制 這就跟寶可夢一樣 卡片的不同顏色代表不同屬性 戰鬥畫面的左上方有屬性相克表 2.卡牌等級 光是屬性克制還不夠 要是等級差距過大屬性克制也沒什麼用 所以培育他們升級就很重要 在守護符細節裡 可以用培育讓他們升級 但是升級不是靠配偶偶 而是靠活動收集到的素材 換言之還是要過點活動主線 才能強化你的戰力 至於要是得到一些重複的卡牌 則可以拿來解放等級上限 3.購買Digital Art 只要在Digital Art Function買下Digital Art 並且在遊戲內同步後 除了能立即獲得相對應的護符外 卡牌的基礎能力也會比沒購買的強上一截 只要熟悉多種卡牌 就可以增加戰術種類 即使是強敵也一定能夠戰勝 而這遊戲之所以會叫職業神傳說 我想大家都發現原因了 看哪 這些守護符的稱呼 傳統上的卡牌遊戲卡面上的稱呼 會是角色的名字 但這裡卻是用不同的職業來代替 像是拉麵店店長 技能 加料半熟蛋 龍之麵切 技能 用溫度計量血 抱歉沒有這技能 這招只有台灣記者有 正常的記者技能是 洞察杜鑽之夜 針扁時事之極 我想未來如果有個在地化或是新增更多職業 多出個YouTuber、網紅、技能跟風之類的 我想可能性也非常高 總之 很期待之後的發展 當一款遊戲有了很特別的戰鬥系統 and多樣的美術風格 那RPG遊戲的核心、世界觀及劇情 怎麼可能會漏掉 就像現在流行的異世界穿越 本作中極其平凡的青年、龍、星人 以某件事為契機 穿越到他常玩的遊戲 JobTribe裡 這裡的所有職業都是以神的姿態存在 而人們將操縱不同的職業神進行戰鬥 我們的主人翁 從與迷之少女賽莉卡相遇開始 將會遇到不同的夥伴和職業神 然後一起展開冒險 本作的劇本是由被網飛評選為 六大日本頂級創作者之一的 樹林生老師親自操刀 他的代表作 我以爺爺的名字發誓的 金田一少年世界部 這句經典台詞不可能沒聽過吧 有這位大神負責劇本 相信對於注重劇情的玩家來說 就算不以賺錢為目的 光是看劇本就只會票價 好了 介紹這麼多 相信不論你是以遊戲賺錢卡面 甚或是劇情為主 這款遊戲都能滿足你的需求喔 除了抽卡 現在和親友一起加入 只要在活動期間內填寫專屬推薦序號並完成註冊 你和你的親友都能獲得1000點Play Mining Point 不只如此 只要親友創判完錢包 雙方還能獲得額外的500Dip 這個數字雖然不算太多 但重點是 不限人數拉越多賺越多 在影片下方有我的專屬連結 點選進去後 有四種語言功大家選擇 之後 依照上面的指示一一完成註冊 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相信你們在更了解這款遊戲後 一定能發現這款遊戲我還沒提到的魅力 同樣 我已明白 錄得 順 從其他社會 完全